前面提到 永春的权术之后 由梁二帝传给了佛山名义梁赞 而梁赞对于永春的最大贡献 就是整理黄花宝以及梁二帝的武术 架构出一套系统性的武学 有关梁赞与永春的电影 这就不得不提到我私人认为 在呈现永春权术上最棒的电影《败家宰》 《败家宰》的电影情节 一样是梁赞向梁二帝学武 不过电影中的梁赞一开始是一个 自以为武功高强的顽固子弟 这点与现实中自小就投入 医术的梁赞相距甚远 但这无损于本片在动作设计上的精彩 特别是由永春权功底的 梁二帝扮演者林正英 讲解永春权的八线桌练习法 将永春的短打以及联机 表现得清楚又赏心悦目 让我在童年时都会站在学校书桌 自嗨地把玩一番 另外 黄花宝的扮演者洪金宝 则是讲了许多真实格斗的诀窍 比如 同门吉利胜身材 意思就是在技术差不多的状况下 量级的差距将会相当明显且难以弥补 另外 当身体量级够重时 有时就不用刻意去推力道 而是把结构摆好 之后在放松状态下瞬间发劲 就有足够强大的破坏力 或者是追着伤口集中打 都是治理名言呀